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8月29日 星期一 嘩 厲害了我的國 中國誕生首位MMA的世界冠軍 26歲湖南拳手唐海 星期五晚在新加坡的室內體育館擊敗美國冠軍丹勒 奪得羽量級金腰帶 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MMA王者 96年出生在湖南邵陽的唐海 星期五晚在1-106比賽中 憑著他低數踢腳不斷消磨想衛免冠軍的丹勒 經過五個回合的擊戰後 最終獲權證一致裁定勝出 取得中國歷史上第一條MMA的金腰帶 成功登頂 這位唐海 至少好動的她 曾經練過體操和摔膠 18歲時離開了摔膠隊 某一次看過MMA比賽後 唐海決心成為一個職業的拳手 只不過她沒有整齊去請教練 但是她很幸運 後來找到一個願意免費指導的教練 才能踏上MMA的舞台 其實在今年的3月 唐海已經成功KO了 雨量級世界排名第一的 南韓拳壩 金財雄 取得世界冠軍的挑戰拳 之後在星期五晚更加進一步 戰勝了越南裔的美國冠軍丹勒 踏上她中國神話之路 唐海曾經說過自己為何會選MMA的原因 她說理由其實很簡單 MMA就很賺錢她覺得 出場費很高 她想給老家的爸爸媽媽減輕些負擔 亦都想為自己結婚儲點錢 只是從運動的角度去出發 其實一個MMA的金腰帶 對每一位拳手來說 我覺得都是得來不易 當然唐海她的想法也是非常普通 很貼地 都恭喜她夢想成真的 這節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以費贊助 拜拜